酒駕的駕駛人因為有強制險,所以不用賠 這個誤會大了 前幾集的大寶法王說好險,還有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都提到強制險,不管駕駛人有沒有故意過失 強制險都會補償給受害人 於是有粉絲私訊來問法王 強制險是不是對於酒駕的駕駛人也幫他賠給受害人 如果是這樣,不是變相的古地酒駕嗎? 法王告訴你,這個誤會大了 強制險的目的是在保障受害人 因為受害人在遭遇汽車交通事故之後 多半的情形都身受重傷,在醫院接受治療 這個時候受害人一定沒有心力去蒐集證據 證明駕駛人有故意或過失 因此強制險提供了一筆基本的保障 能夠去解決受害人的經濟問題 讓他能夠安心的養病 這不代表要讓酒駕的駕駛人來避免責任 雖然強制險對於駕駛人從事什麼樣的行為都會賠給受害人 但是我們在新聞事件裡面,時不時都會看到 某某孝子又被酒駕的駕駛人給撞擊 導致重傷或者是失去了生命 每次看到這種新聞,我們都會幾百都會 會覺得說強制險也幫這種人賠 那不就是在鼓勵酒駕嗎? 法律為了避免這種情形 所以設計了一個特別的制度 叫做代位求償權 也就是法律賦予保險公司一個權利 讓保險公司可以在駕駛人從事違法行為 包括酒駕的行為的時候 向這些駕駛人來求償 因為這些駕駛人本來就必須要對受害人付賠償責任 由保險公司來對他們求償 也是讓他們負擔他們應該要負的責任 那麼哪幾種情形保險公司可以向駕駛人求償呢? 有五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 當然就是駕駛人酒駕 這個酒駕的判斷標準是酒精濃度超標 第二種情形是駕駛人吸食迷幻藥 或者是嗑藥的時候 第三種情形是駕駛人故意行為 也就是駕駛人故意撞人的時候 第四種情形是駕駛人本身從事犯罪行為 或者是從事完犯罪行為在脫逃的過程中造勢的時候 最後一種情形是駕駛人無照駕駛的時候 讓這些有重大違法行為的人負他最後應該負的賠償責任 這樣子是不是也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期待呢?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